我是姊夫 大家好 姊夫今天要分享姊夫最愛的樹米美食 台灣之光 姊夫排滷肉飯 姊夫來另外分享了姊夫的私房滷肉飯喔 我們要準備的材料有 豬肉絲600公克 豬腳肉600公克 油蔥酥20公克 豬油香蔥3大匙 醬油2大匙 八角3個 五香粉1小匙 米酒2大匙 醬油膏3大匙 煮五花肉的高湯2大碗 水煮蛋10顆 竹筍切丁200公克 這邊有一條帶皮的五花肉 我先把它燙過 待會會比較好切 五花肉燙過是不是比較好切 而且切得比較漂亮 五花肉切好囉 接下來把它炒香 豬腳鍋燒熱了 加一點點的油 一點點就好囉 接下來 我們把切好的五花肉 下去炒 盡量把豬油煸出來 剛開始不要放太多 比較容易把豬油給煸出來 我們慢慢炒 把豬油給煸出來 現在我們可以感覺到豬油的香味 慢慢的一開始飄出來了 接下來我們放接下來的五花肉 我們慢慢的煸炒 讓它有點上色 讓它的豬油被煸炒出來 它的香味也會跟得出來 大概像這樣子 我們先把五花肉拿出來 待會我們要少豬腳肉 我們用原本的鍋子 因為它上面還有一點豬油 我們把豬腳肉 放下去炒香 好了豬腳肉炒得差不多了 然後它的油脂也開始炒出來了 這是豬油香蔥 是奶現成的 它可以減少我們很多的時間 我們稍微炒一下 接下來把剛才我們炒好的 五花肉條 放下去 一起炒 這是八角 還有五香粉 八角大概放個 兩三顆 五香粉 五香粉一點點就好囉 我知道它的香味 這邊有兩匙的醬油 從鍋邊 淋下去 醬油的香味出來囉 好棒的醬香味 米酒 我們沿著鍋邊 我們沿著鍋邊 淋下去 接下來 這是我燙 五花肉的 肉汁 大概兩碗 蘸下去 這是 醬油膏 白煮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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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把它放下去 一起煮 這是油蔥酥 我先加一半 油蔥酥 可以增加它的香味 也可以讓它 醬汁變濃稠 好了 現在把它蓋起來 讓它 慢慢的煮 好我們先把它打開來看看 好香喔 我先把它裝起來 來 我留了一些 加上我們的竹筍 還可以變壞一點口味 再讓它煮個五分鐘十分鐘 竹筍滷肉飯 完成喔 把它裝起來 滷肉飯 滷肉飯完成喔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你們喜歡 喜歡姊夫的影片 歡迎加入姊夫食堂 如果有任何問題 請留言給姊夫 要記得訂閱姊夫的頻道喔 還有幫姊夫按讚 和分享 要記得點按小鈴鐺 開啟通知 才不會錯過姊夫的更新喔 姊夫感謝你們的支持 姊夫食堂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